以下嘉宾访谈环节是由闲市金融有限公司为您带来 闲市金融是加拿大成功人士理财规划的首选 欢迎来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那么在最近我们的省警 以及我们安省的执照和标准监督局 正在联合地打击地下的出租车 还有一些地下的租车服务 那么不知道点心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如果您还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首先是安省的执照和标准监督局的主管 Chris Alexander先生 以及省警的执法官Gary来到我们的节目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同时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关于无牌出租车和无牌的租车服务 那首先还是要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 Welcome 首先, Chris, could you give us some inform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is issue? By all means, thanks again for having us We've been looking at unlicensed or not licensed taxi cabs in Markham now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over the last, I guess, about four months we've been really focusing on these unlicensed cabs in all aspects or in all our communities right now we have a real concern with regards to our citizens not using property licensed cabs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obviously, the cars aren't being inspected properly there might not be proper insurance on it the drivers don't go through the proper police checks and so for those reasons we want to ensure the residents and all our communities in Markham here are taking property licensed vehicles 所以刚才Chris跟我们讲 就是说这个无牌的出租车 以及出租车服务 主要是说这个出租车的司机 或者是他的所有的这个人 他首先他没有合法的保险 那么其次就是说 他没有经过警方的一些 就是警方认证的一些程序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他经营这个租车服务 就认定他是一个无牌的一个service 是不是这个 我解释的对吗 对,没错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观众朋友 就不理解 就是说其实我相信 也有很多像是在华人的社区 也有一些这样的服务 我们不知道他是有牌还是无牌的 那么很多人就不明白 在这当中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所以我要问一下我们的 Chris这个问题 So why the city license the taxis and limos? There's a number of reasons First and foremost As I spoke about is public safety to make sure that the riding public are riding in clean, comfortable and well-maintained vehicles The other issue obviously is to protect the industry as well The fact that we want to ensure that There's a level playing field out there for all the operators so it would be taxi cabs or limos But our main focus is We'll see a safe, secure and comfortable ride for the residents 刚才Chris跟我们说了两个理由 那么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说要有一个公众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就是因为当局还有警方都会担心 就是说如果民众使用了这样的租车服务 或者是叫了这样的出租车 会的自身安全造成一个威胁 第二 就是说对一些正规经营的一些租车的公司 包括一些出租车呢 如果是存在这样无牌的这种生意存在的话 对正规的生意是一种打击 那么还有就是说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说 我们怎么分辨呢 那么其实打开黄叶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出租车的服务 展现在眼前 我们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有牌的哪一个是无牌的 下面我就问一下这些专业人士 所以您们要在把车车速执行一下 然后我们那里面的车 Marvel 里面上是一种车车的车车的车车 车车车车车来说 And inside the vehicle, there would be a tariff card, which would tell the passenger what the rate is for the trip. And there are some lights. There are some lights. There are some lights. For example, the driver told you the price. The price is how much price is. So, according to these, more clearly, the type of description, you can understand the car. The car is not a car. So, the police recently used to be in the defense. The car is not a car. 在这方面的活动 其实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面 我们连同约克区警方 还有边警服务处CPSA 展开了一个专门打击 这个无牌的出租车的这个活动 在这个活动之中 我们都大概查了30辆出租车吧 30辆出租车 警方跟Markham Bylaws 一共累了大概250个charges against这个unlicensed的taxi 然后另外CPSA也做了四个arrest 抓了四个人 他是因为逾期居留 或者根本是不合法在加拿大工作 那么从这个我们减货的这个情况来看 有的无牌迪士的这个driver 他们也有些人会有criminal background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市民 必须要选择有牌的迪士车 对它是一种保障 因为你进了无牌迪士车 第一我不知道这个driver安不安全 或者他会有什么对我有危险的事情 是对于自身的安全的一个concern吧 然后就是出域士兵 如果以后要叫出租车服务的话 还是要找这种有牌经营的公司 那有一个问题 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也是非常的就是关心concern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平时都是知道 有很多的这个出租车的服务 它可能在网站上做广告 可能就是在网页上 或者可能通过各种平面的媒体 就是让大家看到 您现在警方的这个活动 它是专门针对Chinese community 还是说整个的这一个行业 也都是普遍的打击 我们没有专门说 target这个Chinese community 我们是说接到投诉 比如说从有牌的地址车的公司 他们说我们叫了钱 我们都经过了正规的training 然后他们就是说 抢我们的饭碗这样子 所以说不是专门针对Chinese的 它是比如说各种的种族 它有这种地下的地式的服务 那么刚才Chris讲到 就是说如果叫了无牌的出租车 会有一个safety concern 您据您的经验 就是说以往叫了无牌出租车 出事的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案例呢 可不可以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 会不会打劫这种吗 这个倒不太多见 不过这很难说的事情是不是 但是说比较基本来说 万一说出租车 在载客的过程之中出事 因为他们是没有买保险的 那么就是乘客就负担起这个风险了 因为正规的有牌的地址车 他们都是买的insurance的 所以万一说有什么事出生了 交通事故或什么 乘客都有个保障在那里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万一出事了 就是被发现了 那我们叫这种无牌出租车服务的民众 是不是也要负上法律责任呢 主要是无牌出租车的责任 就是说民众如果不小心被骗了 那我们不用说到时候 最后连累到会负责 因为基本上来说 民众它也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它也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 新移民或者过来 都不太熟悉相关的法律 所以他们就打开黄业 或者打开网上报纸的广告 就说这个方便 我就叫他们了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人们发现这种无牌出租车服务的 人们发现这种无牌出租车服务的 人们发现了 所以刚才说 如果我们在平时 如果在各大网站上 或者在各大媒体上面 会看到有这样的出租车 就是非法的出租车服务 如果您知道 或者说自己受过骗 或者说身边的有的朋友 有过这种不太愉快的经历的话 大家可以去到 那个Markham的City的网站上面 去做一个举报这样的行动 那么同时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络 这个执照和标准监督局 那么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跟您联络 您就可以把相关的信息提供给他 或者说您怀疑 这个出租车公司 是不是有这个牌照齐全 或者说怀疑有一个安全的 这个隐患的这个担心的话 大家都可以联络 工作 相关工作人员 为您解答您的疑问 那么Gary 如果就是 我们民众可以直接联络警方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就像Chris刚刚所说的 我们有个电话 在荧光部上面就是Chris的电话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打我们City的电话 905-477-7000 就是不要打911 不用打911 就是打 就是刚才您再重复一遍那个电话 City的电话是905-477-7000 就可以就是不要打 直接看到有一个无牌的出租车 然后就直接打911报警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警方的这个警力也是需要 我们哪是人来付钱 也是要节省一下公共资源 所以就按照Gary刚才说的这个电话呢 来给警方 或者是给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 来打电话 那么其实我觉得 无牌的出租车 还有出租车服务 如果是我们用到的话 首先对自己的安全 确实是存在隐患 因为你不知道 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的保障 那么也没有任何的警方的 一个监督的过程的 那么同时呢 如果您自己就是一个 出租车的这个营运商的话 无牌的出租车 确实对生意也是一个打击 所以在这点希望 电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要注意一点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访谈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hank you 好 我们现在进到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活在五点